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人五星亥秉序以为 这是一个难命 他是在说 自作财库无人不富 是不是他也是这样 很多人很喜欢术语朗朗上口 但是五星判不跟你玩这一套 他就是看五行流通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八字的五行流通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一个天纲尾 新金生润水生乙 但是人水会去喝临火 而地支为五虎生叙土 未斗 去喝害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本命日主授克 然后又出现了官运不好 而他的财运其实也不好 因为这个八字 他就是财升官克日主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八字本质是日主受克 然后财运官运又不好 当然他的大运进来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情况 但是有没有像他自己所讲的 制作财库无人不负 当然在五行派里面没有这种现象 所以在五行派 他就是看五行流通 而不是这些四库四正乱七八糟的东西 因为在十五的经验里面 这些东西 其实验证的机会并不大 反观你回到五行流通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他的精准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五行派一直在跟你强调看五行流通 而非术语一直乱套 毕竟术语要成真也有他的条件 你条件不足 那只是摆设好看而已 就像这个八字一样 他制作财库 可是当他假如没有负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讲 你这个是我酷 你的财库是丑土才对 因为丑土是金库 所以他就会这样子开始 不断的去拿理由跟你套 问题套这些有意义吗 当然没有 因为你还是算不出命会怎么样 所以各位还是回归五行深刻 看五行流通的情况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报告示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